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下午他来到天津古文化街 查看节日市场供应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情况 新口镇第六部村位于天津市西京区的西南部 地处紫崖河 大清河 毒硫碱河三河的交汇处 现有村民1530户 村域面积1.65万亩 2023年村集体经营税收入700余万元 主要收入是产业维 农业种植以及农旅融合项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31号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进行第11次集体学习 中共庄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口和评价体系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制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指出 新时代以来 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大角色部署 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决行动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同时 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 要高度重视 切实解决 习近平强调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 而新制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 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健推动力 支撑力 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 概括 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习近平指出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 新动能 是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型产业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围绕发展新制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 要围绕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 科学布局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习近平指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制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助力探达峰探中和 习近平强调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 发展新制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要按照发展新制生产力要求 畅通教育 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 完善人才培养 演进 使用 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 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 人才培养模式 为发展新制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 激发劳动 知识 技术 管理 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 更好体现知识 技术 人才的市场价值 营造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举焦一下中东局势 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加沙地带 展开密集的攻势 加沙卫生部门在1号表示 以军在过去24小时的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有119人死亡 而自去年10月份 新一轮的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经有超过2.7万人被杀 另外一方面 有关于以哈停火的谈判 也正在推进当中 哈马斯领袖将会亲自前往到埃及 就停火方案与美国 卡塔尔等多国代表进行谈判 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的猛烈攻势 炮轰南部的汉尤尼斯 以军趁摧毁了约70个隧道竖井 以及两个哈马斯火箭弹发射阵地 以军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支预备役战斗部队 在汉尤尼斯与敌人相遇 双方激烈交火 以军1号表示 过去一天部队在加沙激烈的战斗中 杀死了数十名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 有关以哈停火 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谈判 正在推进 法新社报道 哈马斯正就与以色列停火六周的提议 进行研究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将亲自前往埃及开罗 为尼伊德停火协议进行谈判 哈尼亚1号还与伊朗外长 阿卜多拉西洋 旧加沙爵士最新进展通电话 哈尼亚提供了一份 关于停止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 并交换被扣押人员的政治倡议 但他表示 只有事态符合巴勒斯坦的最高利益时 他们才会考虑这份协议的内容 阿卜多拉西洋表示 他近期向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表示 应立即停止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这是地区建立稳定与和平的关键 而巴勒斯坦媒体1号报道称 以方经以色列与加沙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口案 释放部分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 据报 以方此次释放了114名被扣押人员 其中包括4名女性 但报道并未提及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具体时间 以色列和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持续 半岛电视台1号引述了卡塔尔外交部的消息称 以色列同意临时停火 据报哈马斯也予以积极回应 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以色列同意临时停火提议 哈马斯也表达了初步同意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卡塔尔和埃及日前在巴黎与也色列及哈马斯代表会晤 商讨新的临时停火协议 双方代表均承诺会研究提议 并在本星期进一步的谈判 而根据了解 拟议的停火协议分三阶段实施 首阶段停火约40日 哈马斯将交出女性平民 儿童及老年人质 至于在停火期间容许更多包括食品及药物等人道物资进入加沙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则指前路仍然非常的艰难 但感到乐观 也期望未来数星期会有好消息 但有外媒是引述了哈马斯消息人士否认 强调未就方案达成共识 指卡塔尔的言论仓促并不正确 美国总统拜登在1号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针对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和签证禁令 此据被视为是以色列自去年的10月7号预期之后 美国对于盟友以色列所采取的最重大的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1号罕见针对四名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 指控他们袭击被以色列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 威胁并企图摧毁和夺取巴勒斯坦人的财产 在被制裁的个人中 有人因为其暴力行为导致一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还有人放火焚烧建筑物 袭击巴勒斯坦农民封锁道路等等 被制裁的个人将无法获取在美资产 也无法参与美国金融体系交易 制裁还禁止任何美国人向他们提供资金 商品和服务 这是10月7号以色列预袭以来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 不过白宫透露 目前没有计划针对以色列政府官员实施制裁 白宫还表示 此次制裁行动旨在促进以巴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拜登仍然坚决支持以色列捍卫自身权力 击败哈马斯的行动 但同时 拜登对西岸极端主义分子暴力行为增加 尤其是极端主义定居者的暴力行动感到担忧 这种暴力行为在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对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构成威胁 红海局势持续紧张 美英商船及军舰继续遭野门胡塞武装袭击 胡塞武装在1号表示 当天向一艘在红海行驶的英国商船发射了多枚导弹 以阻止其前往以色列港口 而在前一天 美军据报袭击了10架正等待发射的胡塞无人机 而在万里之外 有一艘在买着牛羊计划要失望到以色列的深处运输船 也被迫返航 停靠在了澳大利亚海岸 隶属英国军方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表示 一艘商船在航行至野门和台达以西时 右衔侧远处发生爆炸 船员和船舶未受到伤害 有当地居民表示 胡塞武装从野门中部伊布市的一个营地 向海上发射了一枚导弹 野门胡塞武装稍早通报 向一艘在亚丁湾航行的 美国货轮科1号发射多枚导弹 击中目标 并向驶经红海的美军格雷夫利号驱逐舰 发射数枚导弹 美军中央司令部指 摧毁胡塞武装导弹 未造成伤亡损失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美军于31号出动F18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 在野门西部轰炸了10架 准备发射的胡塞武装无人机 红海的紧张局势 也波及1万多公里外的牛羊 一艘再有约14000只羊 和2000头牛的牲畜运输船 原本计划穿越红海 前往以色列 但因胡塞武装的袭击 被召回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 牲畜现实仍滞留在船上 等待卸船的批准 据悉 当地气温接近40摄氏度 被困牛羊的命运 引发动物保护群体的抗议和担忧 野门胡塞武装的新兵和其他成员 一号在萨纳游行示威 展示武器 重申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迈达尼称 数十万野门人已经准备好 前往巴勒斯坦 支持加沙的圣战兄弟 并强调将继续军事行动 直到加沙达成停火协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前往 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 决行了选举活动 他会进了近日表态 支持他连任的汽车工人联合工会 拜登在汽车工人联合工会 位于沃伦市的工会大礼堂 与工会成员会面 赛场的会员们起立 热烈拍掌欢迎 有人边挥断握拳的手 边高喊拜登的名字 工会主席菲恩名言表示 会竭尽全力支持拜登 赢得11月的总统选举 拜登感谢工会对他的权力支持 又说老公阶级 是建立国家的中流砥柱 又赞扬劳工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原因 拜登又向工会成员表示 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 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及工会的努力所致 拜登在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会面时 约150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 在外面大声抗议 示威者喊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 数十名穿着防暴装备的警员 与一辆装甲车组隔示威者靠近工会 据去年12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9%的民主党人赞成拜登在以哈冲突上的做法 高于11月的50% 但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 民主党选民对拜登处理以哈冲突的方式 意见大致不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微民调机构最新的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的民意支持度 较去年12月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目前已经不到四成 而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和移民问题的担忧 是导致拜登民调下滑的两大主要原因 路透社一所谱31号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的民意支持度 已经从去年12月的40%下滑至38% 而民众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担忧 则是引发拜登民调下滑的两大主因 民调显示 有22%的受访者表示 美国经济是他们最担忧的问题 而在共和党受访者中 持这一看法的比例更是达到29% 同时非法移民问题愈演愈烈 也让17%的受访者认为 移民问题是美国目前最重大的问题 占比较一个月前升高6个百分点 更是有36%的共和党受访者 视移民问题为当前的头等大事 此外 有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相信 美国正在错误的轨道上运行 而对这一说法 有近半数的民主党受访者表示赞同 事实上 自2021年8月以来 拜登支持度就一直低于50% 而随着大选年的到来 民主党人愈发担心拜登难以实现连任 这一担心不无道理 路透社一所普一月下旬的 另一份民调就显示 拜登的支持度已落后特朗普达6个百分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法国农民持续两周的示威 现在出现了转机 两大农民工会在一号宣布 由于总理阿塔尔当天所宣布的一系列措施 是具有切实进展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抗议活动 呼吁工会成员暂停封锁道路 不过哪有农民就要求法国政府提供 书面的承诺才会离开 因不满受绿色农业政策 廉价农产品进口等因素的冲击 法国农民在法国全国农业经营者 工会联合会 青年农民两大工会的号召下 连制唯独首都巴黎 封锁道路 法国总理阿塔尔一号再推新措施 提出要从法律层面 维护法国的粮食主权 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承证 我们将在法律的目的目标 我们将在法律的目标 我们将在法律的目标 在法律的目标 我们将在法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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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重要的关系的关系 此外 法国将加强对进口食品的安全检查 特别是确保进口食品 不含法国或欧盟禁用的农药 并宣布停止对农民实施 比欧盟法规要求更严格的监管 阿塔尔也重申 法国不会同意与拉丁美洲国家 达成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议 阿塔尔的表态 稍微平息法国农民的不满情绪 作为回应 两大工会呼吁暂停示威封锁 不过 有部分参与示威的农民 继续聚集在巴黎周边的高速公路 他们认为政府前后说法有出主 要看到政府做出书面承诺才会离开 所以实际上 我们不能移动 至于我们没有获得到这些确认 所以在现在 我们有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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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号一早 卢森堡广场已是烟雾弥漫 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农民 赶在欧盟峰会召开前再次聚集 敦促欧盟采取更多措施 协助农民应付税收 成本上升 以及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威胁等问题 现场有示威者纵火焚烧杂物 或向议会投掷鸡蛋和石头 期间广场一座雕像被损毁 周边多条主要道路也被拖拉机阻塞 当地警方估计约有1300架拖拉机 有拖拉机车头贴着法语标语 我们农民的末日意味着你们的饥饿 也有荷兰语写着 这片土地缺乏对农民的理解 按照原定议程 本次欧盟峰会重点在于原物拨款 农民危机并未正式列入议程 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会见农民代表后表示 他们有在会上商讨这一重要议题 农民的回应得到了 西班牙农民工会代表的支持 认为这次示威运动 让农民与欧盟委员会 进行了真正诚实的对话 抗议示威持续到傍晚 有部分农民驾驶拖拉机 离开卢森堡广场 欧洲各国农民抗议已持续数周 遍及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盟27国在1号就向乌克兰提供 500亿欧元援助达成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就形容 这显示出了欧洲的团结 并且变得更强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是感谢欧盟的支持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罗日内1号发表了评论文章 就列出了乌克兰需要落实的 一系列优先事项 并且指出了阻碍国家在战争当中 努力的一些挑战 而美国调查记者赫什则是透露 表示泽连斯基想要解除 扎入日内的职务 是因为不满他秘密的 远西方商谈听货提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和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 出席欧盟特别峰会 并且就欧盟向乌克兰提供 500亿欧元援助达成协议 冯德莱恩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盟27国领导人 一致同意这项协议 显示欧盟团结并且变得更强大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表示 提供500亿欧元援助 表明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欧盟的团结和领导力 没有被违反国际法的俄罗斯所下导 更可鼓励美国和其他伙伴继续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透过事项 感谢欧盟27国一致同意提供援助 尤其是当前展示欧洲的完全可靠性 及决策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不过他说有情报证实 俄罗斯已经从朝鲜取得100万枚炮弹 所以希望欧盟再提供100万枚炮弹 给乌克兰方面不要再迟疑 欧盟的原污协议旨在满足乌克兰 2024至2027年的预算需求 其中330亿欧元将以贷款形式提供给乌方 另有170亿欧元作为赠款 直接给予乌克兰 去年12月欧盟峰会就曾表决此项原污计划 但由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反对 各方未能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卢日内1号在美国电视新闻网 发表评论文章 列出乌克兰需要落实的一系列优先事项 并指出阻碍国家在战争中努力的挑战 他在文章中说 随着俄乌全面战争迈向第三个年头 乌克兰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和能力来取得优势 他强调不能低估武装部队面临的挑战 因此要在五个月内建立一个全新的技术 重整国家体系 这位被称为铁将军的将领说 乌克兰需要生产更多的无人机 以及其他类型的先进武器 避免卷入没有优势的阵地战争 多次被传会遭泽连斯基解职的扎卢日内 指出改革军队动员的过程 在过去数周没法获得议会委员会的批准 所以没能在议会进行辩论 他还抨击了国家监管框架的不完善 以及国防工业的部分垄断 导致丹药等产品的生产陷于瓶颈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匈牙利国会将于午后就批准 瑞典加入北约议令书的事宜 进行最终表决 匈牙利国会网站发布消息指 将于午后下午举行特别会议 首相议臣就是接纳瑞典加入北约进行最终表决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则表示 曾经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通电话 重申匈牙利政府支持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反对等议员在日前则是呼吁国会主席格威尔 在5号召开特别会议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 土耳其则是于1月25号 已经是完成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批准程序 瑞典入约 目前还得需要到最后一个北约成员国匈牙利的批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在1号要求乌克兰立刻把中国企业 从国际战争赞助商的名单当中移除 据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乌克兰 把中国企业列入到相关的名单 要求乌克兰立即纠正错误 并且消除负面影响 但是报道没有说明负面影响是什么 日前路透社另外一篇报道 则引述了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 中国驻基辅大使向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 把中国企业列入到相关名单 可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消息人士认为 中国有可能会把这个事件 跟中国采购乌克兰古物联系在一起 好 马上来带您关注到一则最新的消息 韩国军方在2号通报 当天上午11点左右 朝鲜向朝鲜半岛以西海域 是发射了数枚巡航导弹 韩方则称正在对相关的情况进行分析 并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 监视事态的发展 那么根据韩国军方在2号所通报 朝鲜向朝鲜半岛以西海域 发射了数枚的巡航导弹 韩国方面目前又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呢 相关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给本台主韩国记者金芝贤 来为我们报道 之前你好 你好 亚千 好 之前关于韩国方面有哪些观察与反应 以及韩国政府和军方又有采取哪些相应的措施 好的 韩国联合策划本部发布 是 好 我们另外再来带您关注到的是 就是根据目前的一个整个情况来说 那么现在研判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又会是什么呢 好的 我们稍后再持续来带您掌握 来自于金芝贤的一个最新消息 我们继续呢再进一步的来关注到的是 在朝鲜部分发射的巡航导弹 到底这一次是带有怎样的一个战略和战术目的 我们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本台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卫卫 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 卫卫你好 中午好 雅倩 好 维维 在根据你的分析研判 你认为这一次朝鲜发射的巡航导弹有怎样的一个目的 而可能在测试怎样的技术呢 是的 雅倩 今天是朝鲜时间内第四次发射巡航导弹 根据目前的时间 韩国方面通报是在当地时间的11点 也就是在香港时间的10点 朝鲜是在西部向西部海域发射了15枚的巡航导弹 这是第三次在西部海域发射巡航导弹 近期以来的第三次 而另外一次是在东部海域 金埔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 而现在是第三次在西部海域进行发射了 这主要有几个目的 因为今年通过朝鲜劳动党中央 以及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都可以看到朝鲜今年将韩国是非常明确的定义为主要敌人 并且不再推进统一的进程 这就表明了在当今的局势之下 朝鲜将韩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敌人和针对目标 在过去朝鲜重点发展的是一些洲际导弹 以及中远程导弹 而针对韩国的话 洲际导弹和中远程导弹是派上用场的 更多的是需要短程导弹 以及巡航导弹火炮的 这些近距离的一些装备 所以朝鲜重点突破的是在一些 巡航导弹的近距离的应用上 尤其韩国和美国大力发展 都是一个反导系统 所以朝鲜在巡航导弹的发展上 重点的技术突破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需要突破在多平台 在东部海域发射的那一次的话 是主要突破 希望能够在潜射导弹 也就是海下潜艇当中进行发射 这是一个多平台的海下发射 其实在西部海域的话 朝鲜方面还需要包括通过一些掩体 如何进行掩体设置来进行发射 随时应对韩国的威胁 这是朝鲜需要进行突破的一个方向 而第二个关键的是在巡航导弹 它是一个能够长时长期留在空中的 根据朝鲜之前通报的时间 大概都是在两个多小时之上的一个制空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的话 根据韩国以及美国军方建设的情况 目前并没有达到足够的一个长时间 甚至有的时候不足朝鲜所通报的时间 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所以说对朝鲜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低空长时间飞行 以及如何实现变轨都是目前 在巡航导弹研发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另外今天这个发射是在西部的海域 我们要注意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是在官方媒体当中通报 正在西部的南浦地区 南浦造船场进行考察 南浦造船场是朝鲜的一个重要的 军民两用的船场 既生产民用的船只 也生产军用船只 通过朝鲜官方媒体通报的信息当中 看到军方的高层都是陪同 金正恩在西部海域进行一些视察情况 所以说再加上30号 朝鲜进行巡航导弹施试试的时候 明确公布是要检验部队的应变能力 和处理紧急状态 应用巡航导弹的能力 所以说这一次的一个巡航导弹的试试 也不排除朝鲜的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在现场观摩 进行一个检验的情况 从朝鲜巡航导弹的发射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主要是一个目的 第一个是进行一些技术验证 也就像30号进行发射 火箭2型巡航导弹一样 要检验部队的应用能力 以及一些技术提升 而同时还有新的战略巡航导弹 火箭3-31 它是一个可以携带核弹头的一个巡航导弹 它如何去进行技术的提升 是主要目前巡航导弹研发的重点方向 好的 谢谢维维从前方带来一个 最详细的一个分析报道 接下来我们想看一看 韩国方面其实目前有哪些最新反应 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韩国记者金志贤 之前中午好 您好 网峰 时间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韩国方面目前包括政府和军方 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和应对措施 好的 韩国联络参谋本部发布 朝鲜当地时间11点起 香港时间10点起 向半岛西波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 韩星表示 韩方在与美方的紧密合作下 在关注朝鲜最佳发射导弹的动向 并加强了戒备态势 最近朝鲜两日发射巡航导弹 24日和28日分别发射巡航导弹之后 朝鲜在30号发射巡航导弹 这次时隔三天再次发射了巡航导弹 日前韩军曾说发射导弹的目的在于改进性能 并刚刚北京的记者也提到了 朝方在试验多个种类的发射平台 预料这次也可能是要继续改进巡航导弹的性能 但发射巡航导弹并不属于违反联合国安理挥追的行为 但巡航导弹能搭配核弹头 并向多个方向可以以低高度飞行 可以精密打击到底方的军事设施 以雷达来拿你探索到巡航导弹 发射地点和落下地点 由此对韩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韩国民众方面非常担忧 朝鲜连日发射导弹 是否导致韩朝之间偶发性冲突 或人员伤亡等情况 韩国政府方面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立场 最近韩国政府采取对朝的抢应对政策 不仅不断公开进行韩军的单独演习 还与美国和日本联合举行联合军年 一些民众认为 这些韩方的举动会刺激朝鲜 而使朝方继续进行武力示威 并向韩国政府遵促终止抢应的对朝政策 要展开半导和平的政策 韩国方面认为 考虑到每年举行的韩美联合军年即将开始 对于韩国有国会议员选举 是1月有美国有总统选举 朝方可能继续提高武力行动的程度 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 我会在韩国继续关注相关情况 王峰 好 谢之前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今天才进来带你关注到的是 亚太区股市在周五早段呈现出了个别发展 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高 日本和台湾股市则持续的是在高位震荡 韩国股市则在午后一度上升超过了2% 而内地互生两市则是普遍的回调 创业板指在半日更是下挫了接近2%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互指在中午报2750点下跌了20点 跌幅0.72% 半日成交了1911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在中午报8117点上升了122点 升幅1.49% 半日成交了2025亿元人民币 香港国质方面横指高开189点之后持续的上扬 受到内地新批准进口游戏版号的带动 游戏相关个股上扬 汽车板块也是表现造好 横指在中午报15657点上升了91点 升幅0.58%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展开基本法第23条的公众立法咨询 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表示权力支持 认为有助于完善法律框架 以维护国家安全并保障香港的稳定发展 香港金发局指出 透过法律框架来处理国家安全事宜 特区政府展示了其对法治和核心价值的承诺 这将会提高香港在风险管理和合规方面的声誉 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吸引资金到来 那金发局相信有效制定基本法第23条 可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保障香港的金融体系 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随着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 法律将会有助于香港适应 并且维持在全球金融领域的竞争力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 在今天2号式继续审理 2号早上扣押李志英求车 抵达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 扣方向李志英就苹果日报英文版 目的进行复问 而一传媒前新政总裁张静宏重申 李志英设立苹果日报英文版 目的是要引起国际的关注 令他们留意当时香港的情况 并且向政权采取敌对行动 包括制裁 张静宏继续指 李志英在英文版的编采政策 是只需要报道有关中国负面形象的消息 以及黄英的情况 并不需要持平报道 重申李志英此项政策从来都没有变更过 另外开庭之前 控方透露计划完成复问之后 传召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培敏做工 万众期待的阿根廷球王梅西 今天会抵达香港 而欢迎仪式也将与香港国际机场停机评举行 而更多消息 我们也立刻连线 人目前正在香港国际机场的现场 本台记者显志 显志中午好 王丰 雅倩你们好 看到了后方大屏幕上出现的一些广告logo了 另外很关注的是 这次他的防港形成有哪些安排 今天你在街机的现场 感受到氛围如何 好的 王丰和雅倩 那我现在就是在香港的国际机场 那么原本这个欢迎仪式会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停机坪那里举行 是原本是下午两点钟开始的 不过现在延后到至少是三点半 那也就是梅西和他的队友的重座的私人飞机 将会延迟一点点才能抵达香港 那其实今天早上 今天凌晨十分 北京时间和香港的凌晨十分 梅西还在沙特阿拉伯 对战这个利亚德胜利球队 那他们是以0比6落败 而梅西最终是上场了大约7分钟 那梅西在香港周日的比赛到底上场多少分钟呢 也是万众瞩目的香港球运 当然是希望他上场的时间越长越好 而下午他们就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他们会乘坐私人飞机来到香港 而在停机坪上面的欢迎仪式 是有香港特律政府的体育专员 以及香港机场管理局的高层出席去迎接 那随后球队就会前往他们所下榻的酒店 就是在位于香港岛海洋公园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我现在所在的香港国际机场的敌港大堂这里 其实球迷如果来到这里是看不到梅西的 因为他们会在停机坪直接上专车 然后去酒店 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场这个位置 并没有看到很多的球迷聚集 但是刚刚是有两名的刚刚抵达香港的台湾球迷 就主动走过来看到我们在采访 就问我们是不是采访有关梅西的新闻 他们表示因为来香港距离很近 语言相通 并且台湾的足球氛围并没有那么浓厚 很难得这次有机会可以来香港看到梅西 他们是觉得非常的兴奋 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因为如果他们花钱去一趟美国看比赛 也是要花费不少的钱 而这次他们觉得他们花了1888块港元 去买到这张门票 觉得是很贵 但是他们觉得是值得的 并且他们希望得到梅西的亲笔签名和合照的机会 他们用了一种演唱会的一个歌迷去吸引 这个歌手的方式去希望引起梅西的注意 就是他们拉起了一个大幅的横额 上面是有梅西儿子的照片 并且有这个设计对白写着 爸爸可以给我一张合照吗 希望用这种方式去吸引到梅西的注意和关注 从而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 而梅西和他的队友将会在下午抵达香港以后 就会直奔酒店 并且在今天傍晚的6点半左右会有一场记者会 而在明天会有在香港的大球场有一场公开的训练 而特区政府早前已经派发了15000张门票 给香港的基层家庭以及是青少年 而星期天的比赛将会在下午4点钟举行 到时候将会对战香港队 我们也会跟进着梅西在香港的各项的行程 将时间交还给两位主播 好 谢谢显志从机场带来的一个前方报道 显志刚才谈到了这次呢 梅西所率领的这个国际迈阿密足球队 防港三天群当中的重头戏 就是将会于2月4号和香港代表队进行的表演赛 而香港警方表示呢 将会进行表演赛的香港大球场附近 在当天会实施封路的安排 也呼吁市民不要到场外去追星 上月中第八次货伴世界足球先生的阿根廷球星 梅西目前正稍立美国足球俱乐部国际迈阿密 他周五上午将随队飞抵香港 国际迈阿密在香港将会展开连串公开活动 包括周六在香港大球场公开操练 以及周日上午与港操球员组成的香港代表队进行表演赛 香港警方表示活动两天内 大球场附近将会实施封路及管制人流 警方表示大球场周六和周日将提早约三个小时开放 建议市民赛前预留充足时间入场 也避免在球场外停留等候 至于没有门票的球迷 就建议不要在场外追星 可在加观赏电视直播赛事 凤王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 就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德克萨斯州政府 因应对于非法移民问题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佛里达州在一号则宣布派出了当地国民警卫队深远德州 而另一边号称爱国者的卡车车队 则是浩浩荡荡的向美墨边境警发 有不少车队成员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下边境危机已经不可接受 必须要有所改变 就当下边境非法移民危机 德克萨斯州叫板拜登政府展现强硬姿态 丝毫没有改变 尽管在本周 联邦政府再次要求德州国民警卫队退出当下控制的谢尔比公园 结果仍是无动于衷 当下双方在边境问题上的争议已经成为代表共和党的地方政府 与拜登的联邦政府之间的较量 而另一边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在一号宣布将派遣1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 以及州警卫队计刃者前往德州 他称其目标是协助南部边境设置铁丝网加强边境 各州必须团结起来 据悉俄克拉河马以及爱尔瓦州已向德州派兵 不仅如此从维近尼亚州等地出发 由全美各地民众自发组成的卡车车队正向边境前进 目前已进入德州 德州在得到超过25位州长声援之后 州长阿伯特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请愿网站 接受捐款对抗联邦政府 而来自全美的上帝车队将于2月3号 分别在德州边境的小城伊格尔帕斯 加州和亚利桑那州三地同时联动集会 抗议拜登政府当前的移民政策 有成员表示边境因非法移民的融入 或将会给美国带来另一场911事件 据悉尽管据昆平尼亚克大学的 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于50% 领先于特朗普的44% 民调看似有了起色 但着眼2024的大选当中 绕不过去的经济和移民的议题上 受近期移民矛盾的发酵 据彭幕社民调显示 在摇摆州有超过60%的选民 将南部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问题 归咎于总统拜登 有61%的选民认为 拜登对于非法移民的增加负有责任 这波所谓爱国者的卡车司机自诩为上帝的车队 被不少媒体行动为是极端的右翼分子 在受访的时候 他们不断提到的是和平集会的重要性 并且特别指出他们反对的是非法移民 以上是有方位是杨本军李战青 来自于德克萨斯州的参考导 中国和脑鲁在1月底复交 对此当地华商告诉凤凰记者 复交之后对于在当地经营生意的华人来说 增加了安全感和信心 据悉有近数百位华人 大部分来自广东的台山 在这里经营着服务性行业 店铺的主人朱女士向凤凰记者表示 中脑复交后对当地的华人来说 增加了安全感和扩展生意的信心 老鲁同中国副交对当地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碧交女士也是来自中国广东台山 她2022年跟随父亲来到脑鲁 在这里结婚生子留了下来 她用无法形容的兴奋心情 跟记者讲述了当地的状况 以及未来这个国家急需帮助解决的医疗和饮水问题 梁碧交女士还表示 脑鲁国家虽小 但对努力工作的华人来说 还是能挣到钱的 她便表示 祖国的强大已成为了 他们的脑鲁经商人士的坚强后盾 同样 华山盟也会努力帮助这个国家的建设 富汗我是杨海英 脑鲁亚伦报道 收到一则最新消息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和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将分别于今年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2号宣布 欢迎中外记者届时参加采访 会议采访以现场方式为主 综合采用多种方式进行 那会议将会继续秉持开放透明的精神 为中外记者采访报道提供服务 那记者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2月18号 那届时将会在北京市复兴住 以11号梅迪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 来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的采访 那新闻中心将会于2月27号正式开展工作